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這個Photokina的會場 今天我們有Chris Hello Chris 他是SRBGINI的設計師 今天他來了Photokina 也帶了最新的Slide Shot 我們現在就看看最新的Slide Shot 這個Slide Shot大家就看到了 這個設計就是把木機反轉 然後擋在兩邊 原理就是靠著這兩條Wire 令木機可以左右連動 這樣就突破了只可以動在這個Slide上的命運 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在什麼地方使用 例如我們戶外 有些地方不太適合我們落腳 因為有些地方是沙石地 或者是一些高低北堤的地方 但是剛剛左右兩邊有一棵樹 那你就綁住在這裏 即是想用一個營地的運動 或者是一個Outdoor運動的話 這樣你紮住在左右 這樣就很方便的 那麼它的設計就是上面 包含了這輛車仔 上面有一輛專頁 那其實是Otron Otron來選擇 你要選擇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有一個車仔 搬入它這個專頁在這裏 那麼再加上Ginni Ginni的風路就有一個左右轉門 上面的風流就有一個移動 下面還有一個三個六層 用一個小顆粒這樣大 就可以解決了 那麼用法其實就是 熊之前的Ginni的用法 就大小一點而已 那麼簡單就是 設定一個時間 設定一個距離 那麼我們就要動它了 那麼我們首先要動它 像今次這樣 我們先回到這裏 那麼它就要自己走 那麼它就要走 那麼它已經是上面動 然後再轉動 然後再轉動 那麼你如果是有Studio的話 其實都幫你用的人 在Studio Shot的話 在Studio不做製作的話 那麼你一次Setup之後 就不需要再反彈 那麼好了 那麼之後呢 那麼我去看看 好 那麼我們 我們 然後 之後呢 按摩的手 按摩的蛋白 按摩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按摩的按摩的 那麼有些時間 那麼有些時間 時間距啊 每一小時之內啊 距離啊 距離啊 然後距離啊 之後都要按摩的 所以 就不動它了 那麼我手機就不動它了 那麼它就不動它了 那麼它就比較適合一些 那如果你說打算 好似做到 抗黏黏的 抗黏黏的 那些呢 可以非正式的運動 那這樣就不動它了 因為呢 它是追不到那麼快的 那反正是適合一些 抗黏黏的 就是玩回Time Desk 或者一些 比較慢一點的Vidion 都沒有問題的